印度的中共病毒疫情仍在擴大 週六新增超過40.1萬確診病例 死亡4187人 再創新高 當地的慘狀讓印度的一名演員看不下去 投身救災 成為了一名救護車司機 週六 印度全國累計已有2,189萬例確診 死亡人數增加到238,270人 疫情的嚴峻讓各幫實施了更嚴格的封鎖措施 印度演員阿穹古達暫時放下演員的身份 開啟救護車 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 免費將病患和死者送到目的地 古達說 他還有一部分的工作是協助火化遺體 傳統上在露天進行 在貨卷一輛救護車和親朋好友的幫助下 古達展開了助人的計畫 在疫情中 他將使命必達 直到最後一刻 古達想對正在受難的同胞說 古達想對正在受難的同胞說 阿穹古達出演過幾部知名的電影 不過諷刺的是 他經常扮演壞人 新唐人記者米格爾 莫雷諾 李梅採訪報導 《安倫》